Hello,大家好,G Channel 香港在疫情過後,經濟復甦不似預期 雖然街道、商場都人很多 但經濟已經一般 所以財政司長陳厚波之前說 短期內會和業界合力 將香港夜市攪活攪旺 即是要攪回大夜市 不過飲食業界人士 最福留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傑龍 就擔心分薄人流對食市租戶不公平 強調切物、約石亂頭 應該改善整體經濟線 王傑龍在社交平台說 疫情過後,餐飲業夜市相對淡靜 生意不足,加上人手短缺 一些食市或零受傷 無奈選擇提早關門以減少損失 但現時香港經濟問題核心 在於整體消費市道疲弱 問題不單單出現在夜市 他指近年香港常住人口有所下跌 內地城市在店舖租金、工資水平等各方面 面對香港有明顯優勢 配合港元強勢、人民幣貶值、引致貨幣差 香港本地消費力無可避免流向深圳 之前說過很多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費 又便宜又美又有尊嚴 黃潔龍強調切勿約石亂頭 指出最近內地很多城市盛行地攤經濟 夜市經濟,但內地失業率非常高企 所以政府需要製造製育機會 如香港情況剛剛相反 如人為敢將消費推向晚上更晚的時段 恐怕分薄人流 對食市租戶不公平 正常7點左右的晚市便會少生意 又或者如果政府刻意扶持大大地式的夜市 對於租戶便會不公平 到頭來夜市好旺 反而附近的食市倒閉 強調政府了解業界困難需要幫助 期望政府措施應該吸引市民外出 例如可資助表演團體在國區表演免費 吸引更多人流 但措施不應再一步增加供應 即是夜市地攤 否則顧客消費沒有增加之下 只會攤薄業界的收益 王傑龍說 真正的消費復甦需要改善整體經濟 他笑指恆生指數重上3萬點水平 飲食業生意自然好 那3萬點如刺拌飯也似 在澳門有些人說香港要搞夜市 又想政府搞夜市 人人口爽爽 其實真的要權衡利弊 想清楚才好搞 OK 這一集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數片尾截圖以為麻 多謝你們